8名印度人在乌克兰被杀 国际雇佣兵参加俄乌战争 为何后悔不已 俄罗斯政府近日表示 在俄罗斯武装部队工作的8名印度雇佣兵 在乌克兰战场被打死 印度外交部证实了这一信息 并表示目前已经有12名印度国民 离开了俄罗斯武装部队 另有63人正在寻求提前退伍 那么这件事真正的严重性在于 还揭开了俄罗斯军队在世界范围内 大规模招募雇佣兵进入乌克兰战场作战的事实 按照印度外交部的说法 墨迪政府已经收到要求为一些 在不明情况下被招募到俄罗斯武装部队的 印度国民提前退伍 提供方便的请求 印度政府提供了财政支持 以便将自明印度国民的尸体运回国内 俄罗斯联邦政府已经通知 将根据使者家属签署的合同 向他们提供赔偿 印度外交部表示 印度国民在俄罗斯武装部队中服役 只要想退伍 就可以得到印度政府 与俄罗斯各级有关当局的大力支持 墨迪在7月份访问俄罗斯时 曾经重申 迫切要求俄罗斯早日释放 所有参加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印度国民 这也意味着到目前为止 参加俄罗斯军队的印度人不在少数 而且在遭遇大量死亡之后 这些人希望尽早结束合作关系 早在今年6月份 印度外交部就表示 印度国民在俄罗斯军队服役的问题 仍然是一个最受关注的问题 并要求莫斯科停止俄罗斯军队 进一步招募印度国民 他强调此类活动不符合我们的伙伴关系 如果你以为只有印度人 在乌克兰战场上会玩死 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在俄罗斯军队中 还有大量的非洲雇佣兵 尼泊尔人 西方国家的公民 甚至还有中国人 早在2023年 两名外国人利用旅游签证的机会 到了莫斯科 随后就去了俄罗斯征兵站 被安置在训练基地 进行了半个月的军事训练之后 就被送上了乌克兰战场 在乌东前线 适应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以包括尼泊尔人在内的 40多名外籍军人 一起被派往扎伯罗尔前线 并在进攻一个村庄时 被无心包围 经过一周的战斗 全排40多人 死了只剩下8个人 再后来一名活下来的外国人 在后方修整了一段时间后 又被送往新普罗波夫卡前线 在这次进攻战斗中 俄军派出了30多名雇佣兵 最后死的只剩下8个人 这名外国雇佣兵 最终在乌克兰军队 小型无人机的轰炸下 成功逃脱 但其左眼被炸伤 从俄罗斯人到尼泊尔人 非洲人 欧洲人 以及其他的外界公民参加雇佣军 充分证明了 俄罗斯正在利用雇佣兵制度 将这场战争国际化 俄罗斯军队需要通过国际雇佣兵 来降低本国公民死亡的数量 这是花钱办事的思路 当然乌军也是这么干的 目前在乌军中 也有很多的外界公民 参与俄乌冲突的战斗 由于乌克兰战场的性质 被莫斯科认定为是特别军事行动 因此俄罗斯的义务兵 是不直接参战的 这就导致整个在乌克兰战场上作战的 都是俄罗斯国内的合同兵 但是合同兵的数量 远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 欧双方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进攻作战行动 往往就是人肉冲锋 也就是几乎没有什么高超的指挥艺术 也不需要进行多军兵种协同配合 只需要军队进入战壕 与对方的士兵勃杀 此时来自国外的贵傭兵就非常好用 毕竟贵傭兵死了也就死了 无论是俄罗斯政府还是乌克兰政府 只要按照合同给家属付许金就可以了 有些人可能会问 这些参加俄罗斯军队的印度人 到底是图什么呢 答案就是想多挣点钱 而且这些印度人对战争风险的评估不足 甚至出现了被宣传欺骗的情况 比如俄罗斯军队招募工兵的待遇挺好的 每个月的收入大约在1.8万人民币左右 身体健康就可以参军入伍 死了还有一笔扶极机可以留给家人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又想通过搏命 来改善家人生活的人 越是落后的国家 这类人就越多 根本就与支持俄罗斯还是支持乌克兰无关 总之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不管你是如何看待乌克兰战争的 千万不要去挣这个钱 因为结局很可能会出现最大的悲剧 正如肖平丽所说的 人死了 钱没花完